對大台北民眾來說 誰不想住得離捷運越近越好 調查這幾年來的數據 哪一站長最多呢 那我們統計2019年到2023年的資料 漲幅第一名的是土城的永寧 然後第二名是三重的仙舍工站 然後第三名是土城的頂埔 第四名是板橋的雅東醫院 永寧因為長期來沒有什麼推案 他其實一直被算是有點低伏 但是在今年在這個永寧捷運站周圍 其實有大量的一些推案 有些新建案推升 其實捷運的主幹道的末端點連升 一直都會讓捷運宅的頭髮率相對是好的 新設工是因為這個由新北的第二行政中心的一些議題價值 那邊以前也是一個工業區 從工業區突然變成是一個核心的區域 那他的漲幅自然也會比較高 頂埔也是頂埔最近有這個運校園區 加上空海總部在那邊 所以他也是末端點延伸之後 他就長幅算是蠻不錯的 那亞東醫院的話 他比較特別是因為那個通訊園區 就遠東的通訊園區 然後Google的總部會進駐那邊 所以他的長幅也算是相當可貴 特別的是前四名通通在新北 同是捷運主幹道延伸線 就是有政府重大建設題材 不過另一間房仲公司 把統計時間縮短一年 抓在最近四年的話 排名就有很大不同 今年跟2020年那時候相比 就是近四年來看 其實前十名 就是漲幅前十名 大概比較多是落在就是三陰線的部分 那主要就是這一塊是 它目前正在新建中的 所以大家可能會對後世 有相對比較多的一個期待 那我們其中也有看到就是像 板南縣的中校復興站 它其實漲幅也在第二名左右 那主要就是在 我們看到它最近那個鑽石塔 就星光三月要開幕 其實它周邊也有很多 就是一些都更跟偽勞的案子 正在就是陸續興建或完工當中 那所以也帶動周邊的一個房市的一個交易 然後還有一些就是新城屋的部分 有一些比較 單價比較高的一些住宅出現 所以帶動它的房價有一個上漲 看開數據圖表來看 其實價格與成交量在2023年 都有一個爆大量的情況 那還有沒有便宜價可以減 其實大部分都已經變貴了 你說比較相對比較便宜 那大概現在還在二字頭跟三字頭的 大概以臺北雙北的生活圈三個 一個是淡水 因為淡水是一個清貴 然後再來是安坑 不是安康 就是安坑 就是新年安坑上去之後 然後另外第三個是桃園的A7 它雖然說在桃園龜山是A7 當然是在林口的前兩站 所以這三站大概還會有一些 二字頭跟三字頭左右的房子 在雙北 就是比如說一些比較末端站 像是板橋土城縣那一段 比如說永齡丁鋪 它的房價相對是比較便宜的 那另外就是在 比如說中和新路線 在新莊或者是回隆那一塊 其實它房價大概就是三字頭 那也有一方可能可以找到二字頭的一個部分 那也就是相對是比較便宜跟實惠的一些站點這樣 其實大家想住捷運宅 不外乎就是因為交通便利 那它這麼便宜的原因是什麼 大家都會以就是它的通勤的時間 來作為它的一個房價考量 那其實這些地方可能它都是距離 就是台北市中心是相對有一段距離的 那它搭可能就是用這個時間去換取比較便宜的房價 所以它在比較末端站的位置 或者是說它距離相對比較偏遠 但是它還是有這個捷運的一個交通的優勢下 那也是讓那邊的交易量 是一個比較穩定支撐的一個狀況 因為交通距離關係 越靠近台北市中心的房價是越近越貴 如果不想搭這麼多站 有沒有比二三字頭再稍微貴一些的三四字頭房價呢 那所以目前房價看起來它還有大概三字頭 那有些地方可能四字頭 比如說像中和一代也有四字頭房價 其實大家都可以去做考慮 的話這一兩年它的不管哪一個捷運站 其實它的漲幅都有比較趨緩的一個狀況 那未來可能就是要看它周邊是不是有一些 比較重大的建設或者是開發案 那或者是說它有一些其他的一個利多的優勢 那可能可以帶動它的一個上漲 但目前來看的話 房價還是一個比較緩步成長的一個情況 可能沒有辦法像過去那樣大幅飆漲的一個狀況發生 除了捷運宅往後延伸接續的輕軌 像是淡水輕軌 安坑輕軌 環狀縣以及機場捷運也呈現出特殊走勢 其實淡水跟安坑它稍微沒有那麼算是捷運宅 它們其實都是跟輕軌相關的 我覺得你希望它這個跟未來 跟一般的捷運做到一樣 我覺得難度是比較有的 但是A7的話我個人會覺得 它在長期一點會有機會 因為那個雙子星要動工 它現在A7那邊 就機場捷運沿線的這個捷運宅 它相對的價格是會比較低 那也跟它的這個班次的密集度 有很大的關係 可是在未來如果雙子星這個 在未來如果雙子星完工的話 那它有機會那個機節的這個密集度提升 那它就會成為一個受惠區 那目前看來有哪些區域 是還沒被注意到的 那剩下兩區的話 它可能是有一些落後不漲 就是說當例如說安坑一定是看新墊 新墊長很高的時候 它會影響到安坑 然後安坑長高之後再帶起來安坑 就是它會有一個就是地岩的一個落後補償效益 那當然就看你取得的一個成本 那淡水的話其實慢慢看那個 那個淡江大橋通車等等的一些 慢慢解決它的一些交通瓶頸問題之後 看看有沒有機會往上 它不一定是跟捷運有關的 把自助及投資需求分開來看 消費者可以過濾哪些條件篩選出適合自己的物件呢 以捷運宅來說就是當然它第一個條件就是交通嘛 因為它畢竟有捷運經過 那當然就是對於自己的一些貸款的負擔方面 可能也要去做考量 那如果說是要自助的話 其實它周邊的一些環境 可能都要事先去探訪 就是了解一下說有哪些的一些生活機能 或者是假設它有小孩可能就會考慮學區啊 那有長輩的話可能就是要考慮 比如說一些公園啊 或者是醫院等等的一些設施 但這個部分我覺得就是要回歸到就是消費者本身啊 他自己在購物的時候 他實際上的最必要的需求是哪些 那可能可以去做一些參考 那如果是說想要長期的投資資產的話 其實可能優先就會考慮一些比較精華的一些地段 去做選擇 那比如說它有交通優勢 或者是說它的一些整個生活機能是比較完善的區域 然後去做選擇的話 其實對於當地的一個房價 可能就會比較支撐的一個效果 說到捷運宅 目前還有許多正在規劃中 且尚未通車的捷運路線 一定會有人想問 是否可以趁這時提早佈局購入 第一個是我覺得可以看萬大線 然後再來第二個是這個三陰線 這兩個其實都是跟經過人口的密集區 而且是主幹道 例如說剛剛看到板南線的 它一路延伸延伸到這個三陰線 那這個其實是可以期待的 它未來的一個潛力會比較高 因為你直接就坐上主幹道的這個沿線 那再來就是萬大線 萬大線其實它是通過人口密集度 像是中盛區啦 然後中和區啦 然後再來到這個板橋的這些區域 它都是人口比較密集度高的地方 它的班次或者用量都會比較好 進場時機點的話 首先是將這個規劃出來 但是還沒有確定 就是已經有傳出這個規劃 這個時候其實它價格其實還上上下下 像這個細紙線 原本是細紙線 後來變細東線 那在這個過程反覆中搖擺的時候 其實它的價格不會有明顯的波動 當然如果說你要布局的話 可以在這個時候去 你讀細比較堅強 可以在這個時候去讀一把 那它明確會起漲的點 大概是在於就是說 它已經定案 就是它有明確的開工跟完工時間點的時候 這時候價格會有一波的一個漲勢 那等到開始施工的時候 它反而價格會有一些回落 因為大家實際看到就是所謂的黑暗期 就是塞車啊 然後空氣品質不好啊 商家也都不興盛 就是它會有一個黑暗期 那這個時候它價格會落也算是一個 你可以考慮進去布局的一個時機點 那當然通車之後 它價格會慢慢再往 就隨著市場再往上邊 那你也可以 如果是自助需求的話 其實你可以真正等到它完工的時候 或是黑暗期即將結束的時候再進去 那如果投資的話可以再早一點點 捷運宅交通很便利 但對於本身預算比較不夠 卻想逐捷運而居的民眾來說 還有什麼樣的物件可以考量 就是我們稱為捷運宅 大概通常是走路10分鐘以內 700到750公里 那我們會建議 CP值比較高的 你可以參考兩個部分 一個是公車密集的站 就是雙北其實是一個公車密集度 很高的一些區 那有些班次的公車 它的密集度甚至比捷運還要來得高 像是很著名的299、265、307、262這些東西 它在尖峰時間可能3到5分鐘就一般 它的密集度其實是非常高的 你就在公車站旁邊 下了就可以坐這個公車 因為公車這件事情 反而是比較容易常被人家忽略的 好那再來第二個的話 就是說你也可以考慮社區 有些社區比較大 它會有到這個捷運站的接駁車 那這個也是可以考慮的地方 一般來說其實現在大家在看捷運宅 可能它預估都會在 比如說走路通勤大概5到10分鐘的距離 大家是可以接受這樣的一個時間 那假設如果你的預算 就是沒有辦法買到這個範圍內的話 其實我覺得往外面在多個5分鐘 或10分鐘的一個距離 其實大家也可以做一些參考 初站就到家的捷運宅 引了那句買房密碼 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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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地段最重要 因此緊盯市場 掌握數據 很有機會找到合乎自己預算 符合需求又保值的夢想居家 MING PAO CANADA CANADA GETZ 處理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